橫移跟左右搖有根本上的不同 就是橫移它的機器是在動的喔 可是很多人待會練習的時候 可能會練習成這樣 這樣就錯了喔 人手一機的時代 如何運用鏡位拍攝主題 让画面传达镜头语言 成了一门重要课题 一下往大臉弯角然后再繞一圈 你就记得刚才知道 我有概念 然后再往这样 中家宽屏吉隆推广媒体试图课程 从金融商工校园出发 请来了学界经验丰富的 红马克导演 教学生手机拍摄 如何運鏡和分鏡 完整呈现事件主题 学到以后拍影片的那个 運鏡效果跟 未来对于媒体的试图能力 跟加强的部分 我觉得蛮实用的话是 横移的部分 如果横移的话你可以从 就是会让我们观看者的视角 从左到右看的会比较清楚 我觉得横移很好用 它可以让别人了解我们要拍什么这样 然后可以清楚的呈现一些物体这样 如何应用镜头让观众知道 你想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你要拍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抓住那个重点 让观众可以真的知道说 那个重点的好坏或是真实的感觉 很多人他们大量在看一些短影片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学到还是怎么应用特效 怎么去做出一些效果 但是可能比较少人 比较有机会学到的是 镜头的运动 怎么让它带来意义 那镜头怎么动 可以让影像比较有质感 或是比较漂亮 所以今天我的主要是课程 会放在镜头的运镜 让大家去学 可能你在抖音里面不太会学到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个基础 那如果说我们对镜头的运动有敏感度 那未来就算你只是要继续做抖音 或是可能要朝剧情片发展 或是你再拍纪录片 它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课程中融入了媒体试图观念 让同学们在资讯的爆炸时代 学会独立思考 分辨真假讯息 稍微长辈一点的人吧 就是阿公阿嬷那种辈分 他们会很相信 有我阿嬷也是 他会一直在群组传 就是我们会跟他讲 但他还会继续传 反正我们就是不会再转传 也不会再点开 其实最重要就是停 不是停和停 是停 然后查 然后动 停就是所有新闻看到 我们觉得怪怪先停下来 然后查就是查阅 他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那查阅的方式 当然第一个就是想 它合不合理 如果觉得你觉得合理 可是你会觉得怪怪的 那就是我们就有一些工具 比如说试试查核平台 比如说麦克服那个平台 比如说美玉仪 或者说真的假的那个平台 我们其实台湾有很多 试试查核的平台 可以提供我们去求证 那如果说查不到 那你还是觉得怪怪的 那就不要转发就好了 那最后就是说动 就是说当我们决定好这件事情 是真的还是假的时候 我们再去决定 我们就是做判断 我们去行动 行动就是去告诉大家这是假的 或是说它是真的 它是好消息 我们就可以发出去 所以就是停查动 也许我们现在的资讯相当的多 也许透过我们AI 可能产致出来的 包括文字的媒体的一个 资料非常非常多 那很多都是假讯息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我们透过这样的课程 能够让孩子们 透过一些查实的一个技巧 能够知道说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那这样子的话 最少他们可以做一些 所基本的一个判断 那进而在他们的一个价值观 可以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学习 谢谢中家集团 以及跟我们金融商科 航空电子课的一个长期的合作 我们在这样程序合作之下 那当然除了我们媒体试读的课程 我们也到他们的专业的一个 包括摄影棚 包括他们的一个场地 去做一些学习 我想对于学生 除了我们的食物之外 也包括我们的学科 能够做一个印证 我想也感谢我们的在地的 所有中家集团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一个 一些产业的一个合作 透过产观学 共同将媒体试读 教育向下扎根 让学生关心在地议题 贴近在地观念 共同记录基隆在地的美好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有点赞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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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赞想要求